NEO聊世纪,天天东西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来看HERA对上三位1200家的玩家 平均分数1200家 比上次比1000家的玩家还要再更强大一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HERA选择的文明 HERA出生在于两点钟方向 蓝色的颜色选择了DARP图人 DARP图人最大的特色 战毛兵跟相公都有攻速加成 生时代时还可以获得200木头 而且他军营的科技是半价的 所以很快可以提升到剑兵勇士跟级兵的升级 那他本身边剑兵也是非常强大 甚至世界冠军Viper还觉得边剑兵 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UU宝兵单位 那HERA这次选择了Viper最爱的UU单位 这个边剑兵也不是最爱 他觉得最强 那边剑兵呢 这个单位 HERA来说他有评论过 他觉得没那么强 甚至偏废 但是他这次选择了DARP图人 难道他跟Viper已经达成了共识吗 还是他对DARP图人有更好的见解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好 那么先看一下1200家联盟的青色 选择的文明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挖精速度特别快 但是这个枪兵跟毛兵都不能升级的关系 会稍微有点尴尬 需要用更多的黄金去压制对手 例如出更多的枪兵 火枪兵跟这个骆驼 或者是出这个马攻 都是很好的一个阻力 哇 这边一个虎式杀羊 吃绵羊又吃鹿 好 但这是小事 好 不重要 那他的火炮是射程最远的火炮 打阵地战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明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这边黄色 选择的文明是波波人 那波波人最大的特色 村民的移动速度特别快速 而且波波人的马就单位呢 这个有八折优惠 城堡时代折扣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到了地龙时代 重点还是骆驼攻兵 这个骆驼攻兵呢 基本上 弱点很少 只怕对方强弩跟战毛兵 那刚好 不是Ryper HERA这边是选择了WP图倫 战毛兵的部分也有攻速加成 但是他的大象攻兵呢 也会被骆驼攻兵 会有额外伤害的效果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大量落攻的话 HERA可能还是要转出 战毛兵作为反击会更好一些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边红色选择了条盾人 那条盾人真的是一个团队 比赛里面常常出现的文明 最重要的是他的团队加成 这个有抗招响的效果关系 所以在团队加成里 即使条盾人 没有做过太多事情 也可以帮助到队友 那条盾人呢 他的农田很便宜 而且也有游侠 而且游侠的近战防务力 非常高 到了第一个时代 还会再多加两点防务力 那整体来说 条盾人 他在前期的表现 可能并不是那么亮眼 但是到城堡时代开始 这个经济跟骑士的数量 会非常可观 而且他城堡 也是射程最远的城堡文明 上次HERA挑战一打三的时候 是采用了保加利亚 然后开农策略 一次击溃了三位玩家 那这次HERA选择了WP图 而且这张图 也不是很好维持的 可以开农地图 是阿拉伯地图 开放地图的话 就不能用上次的打法 去应对三位玩家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HERA这边要怎么一打三 那这边可以看到 Viper 不是Viper 怎么一直讲Viper 真的太喜欢Viper 但我其实也蛮喜欢HERA HERA也开始有Viper那种味道 那HERA这边是 19春 点下了封建时代 19春 那这边1200加联盟 稍微慢了一点点 只有黄色 升级是跟HERA很相似 但是还是慢了一点 好这边HERA点下了植布技术 以及伐木 没有打支撑 这边是补了一个军营 补下了双射箭场 难道HERA要把对手当AI打吗 这个双射箭场打法 在打AI的时候 是很常用的一个方法 哇结果 HERA的村民 直接被击杀掉一只 开局就11春 这样好像有点糟糕 后面村民也被骚扰当中 好左边的射箭场 终于快要盖好 下方四个人正常挖金 这里可能要再补一些枪兵 防守一下柴果子的村民 这里肉马一直在烧了有点麻烦 哎呦差一点戳到 赶快拉走 好双射箭场出弓兵 那出门时 记得要带一只枪兵出门 会比较好防守这些弓兵 不然工兵被肉马围有很快就死去了 好这里有点被骚扰到的感觉 HERA现在经济非常的惨烈 村民树甚至没有理性的状况 1200家联盟 还反而超越了HERA的村民树 毕竟开局11村 经济是真的有点惨 好肉马开始出来了 HERA现在是暂时无法出门状况 好敌人的工兵也来了 好看一下这里 这里要特别注意看了 右边已经围死 下方要围还没有完全围死的状态 目前也有一点点没有盖好 但是工兵已经来了 好但是1200家联盟的工兵 已经兵临城下 好但这里用工兵稍微拉到了果子区 想用村民起血防了 但是后面工兵打得很开心 这里工兵赶快堆积一下 现在数量来说工兵还不是很稳定 而且现在卡人口 既然这个房子没有盖好 82%赶快补下房子 好盖好这个兵工厂 补下一级射 差有机会反打回去 那遇到这么大量的兵量 HERA有什么想法吗 好这个木墙又被打破 先手下路 一级射也快要好了 但是后方的工兵在追 想要射掉HERA的工兵 但走斜的应该有机会 哇还射掉了 因为走的位置很近 好那三家都是打封建快攻 没有人开拢 但是HERA这里有一坨工兵 早就已经到了下方 诶哪时候溜的 如果青色这里 并没有把工兵回家防守 而是到了HERA家里 想要帮忙进攻 但是大家的工兵都在这里 没有这个指挥官 统一进攻 这个兵在这边 也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事情 好这坨洛马已经过来 想要来解决 HERA这边的工兵数量 好这一次HERA 遇到这么多的洛马上来 应该也是挡不住 但是他们把最后的 工兵的价值 还是炸到了最后 最后死了非常多的洛马 最后剩下4只 好家里的部分 工兵数量明显不够 毕竟是3加的兵力 经济会很惨 好那村民数来说 现在是黄色暂时领先 HERA一只村民 但是红色已经开始有断村的迹象了 青色也是稍微有点断村 好那黄色 护下了一级马凯 工兵这边继续对射 HERA这边可能要找个机会 点一下工兵铠甲 好这边继续想要叙秀 但是红色这边上高地 高打第一 HERA躲掉地发 成功射倒了一只工兵 好现在青色要重新回弄一下 这里可能要找个机会 把这里围大一点 不然这个黄金很容易被骚扰的 好 HERA经济现在是大约快要十几片田 这个田蛮稳定的 田稳定下来 待会就有机会点城堡塞 好这里要冲进来 有机会吗 好像有点难 哦这里被榴弹打到 工兵数量越多越难躲掉对方的箭矢伤害 但是HERA还是用自己的围超射倒两只工兵 三加兵力 居然还不敢直接正面印上HERA 可能很害怕他的拉打 而且工兵数量已经来到了16支 来到20支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秒杀一只肉马的 应该这个数量也是可以秒杀 一只大概是5.3汉 那马凯的话3点 好像没有办法 好这边16支 看一下有一级马凯的话不太好打 那黄色这边应该是1200家联盟的主将 现在有三十几支村民 村民稍微落后 是因为点下城堡时代 品种一级工 这边细节都有做好 好 工兵数量来到了18支 两边打得非常缓慢 节奏非常的慢 并没有要一口气拿下HERA的样子 好 这边工兵走进来 下方这里有只有少量的工兵 问题不大 好 走了进来 五只肉马 好 枪兵有机会戳到哦 右边要不要围一下 好这里围一下 哇果然围起来 这边再把它锁起来 直接变成 用中之鳖 但是后面的弓箭手 想要来帮忙HERA 这里想要直接走进去 很有机会 好 但是工兵跟枪兵一瞬间被打倒 工兵走进来 要抓HERA的村民吗 没有选择回头对射 这个情况只有自己的兵力在里面 就是要赶快去抓村民了 不要再去打后面的工兵了 能抓掉村民最重要 OK 青色这边做到了很大的事情 工兵最后还是换掉了几只村民 这一串没拿下 可惜了 左边的状况 有点尴尬 HERA这边出来的工兵 直接被拦截 好 城堡时代 还有50秒 这一波打得很惊险 因为黄色冲了进去 差点被关扁兽 但是现在看起来 被红色给解救出来 青色者是 深冬即西 却从右边 吸引到了对手的 吸引到了HERA的工兵 过去防守 好 现在工兵数量来到了20只 好 下面还有一两只的工兵 一直在小小骚扰当中 好 准备升级上去 青色这边升级 也准备up了 好 HERA这边升级上去 24分钟 好 赶快点一下 二级射 奴兵的升级 奴兵升级有点硬 好 点下了 会不会断 断村呢 不会 好 好 这边有骑士 HERA这边 能够挡住吗 弱马加骑士 溜了进来 上面稍微微一下 这里要直接突破 没有 挽回走 好 终于升级到了奴兵了 三个射箭场 继续稳定出工兵 好 那目前HERA的总分数 还是高于黄色的 好 现在这个CEA观战器 还可以看到分数的加成 大概是多少 那现在经济是1600 分数还是蛮高的 好 升到城堡3 有再加200木头的关系 可以赶快补下大学 单道学 待会就可以补下了 好 补下了单道学 但骑士数量好像有点多 这里至少十只骑士 HERA这边是用弓兵 缺赶了对手 好 两边都打得很几胜 黄色还没有二级马凯 所以还不想要上前 去包掉这坨弓兵 HERA好像又被迫在家里防守 没有机会可以出去骚了 好 那目前总 总攻的村民数量是44寸 对上136寸 HERA的村民数落后了非常多 毕竟她要面对的是 三家的开农 好 又单道学了 这里中射准 右边被一个多线进攻 好 这边一个多线 HERA成功抓掉了红色的一些村民 右边的骑士多线 也成功守住 现在到处都在骚扰 好 HERA一直想要把自己的工兵去换更多的单位 分个两队这样洗吗 黄色的主力部队在这里 没有二级马凯 直接硬上 但是死了非常多的马 哇 这里马送掉了有点多 HERA的工兵数量来到了30只 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好 上面赶快开一个城镇中心 但是青色的工兵在这边等着 一敲下去 差点被射掉 但还好没事 哇 工兵这里没有控好 也送掉了两只工兵 左方边 一个射箭场 直接被骑士给砍掉了 但是下面这个漏洞大开 HERA有看到吗 有看到 但是工兵走得太慢 村民还是要被挨个几刀才行 好 上方TC看来开不成 选择取消 骑士上来 但下方的洞又又来了 哇 越来越多兵 这个很像在玩什么 僵尸浪潮 四面八方都有丧尸涌进来 那我想到很久以前有一款 僵尸手塔游戏 HERA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四面八方都有这个敌军涌过来 只能靠自己的远程单位去反击回去 好 右边这里的墓区还被骚扰 甚至要被抓掉几只村民 好下方这个洞 暂时也没办法 不然就要是这个大石抢才行 好 这里工兵过来直接被射爆 好 这里再尝试开一下城镇中心 但这里可能会包抄 直接钻了洞回去 哇 HERA这边打得很紧张 右边右边 这里有抓到了 六只工兵 总做到的事情 正面的骑士往前冲 HERA右边收村 看来还是死隔一两村 跑不掉 好 骑士过来 看到后面有更多的工兵过来 选择了撤退 好 好黄色还是1200加的进攻主力部队 好 正面再稍微微一下 好 土耳其这边是没有继续打工兵 是选择了打 清洗兵策略 居然不把自己的挖金优势继续延续下去 好 那土耳其没有转码工 是选择走漏码 看不见HERA的臭名树 现在是跨到变成全场最低了 现在是暂时落后于红色而已 那现在青色跟黄色臭名树 都优于HERA这里 一位的防守 可能只是个慢性死亡 那也不确定 HERA说不定有起一招 可以守住也说不定 好 现在右侧的部分 红色一直在绕 绕到HERA的经济有点惨淡 木头没有办法很稳定获得 这一波可能要来爆抄了 青色从上面 时发动骑士冲锋 工兵这里想要上高地 青色这边上高地 试试看 躲掉了一些伤害 但是骑士直接往上飞扑 这里有二级马凯的关系 骑士 骑士很难挡 哇 这个骑士直接硬吃 吃掉了HERA相当多的工兵单位 最后只剩下十只八只 还有十三只骑士上去 收掉了HERA的主力部队 HERA这一波倒了 还能再继续反击吗 看来不打大象工兵 还是有点吃力 但大象工兵的问题就是机动性不足 好 再来补一个射箭场 而且耗费的肉非常多 前期用工兵还是比较容易成型起来的 好上方 这一头工兵有看到吗 有 但是还是被抓掉了一只 HERA看起来这一波是挡不住了 但是HERA还没有放弃 现在还觉得自己有机会 现在黄色的村民处 已经来到了98寸 现在还只落后于红色 红色现在是67寸 HERA是68 好 这边再继续点射 抓几只工兵 好 下方 两个 土耳其 哎呀 这两只村民过来 结果这里怎么盖了一个城镇中心 这个是城镇中心推进打法吗 很有画面 好 这里有点尴尬 工兵直接抓到HERA 要上去开TC的村民 哇 被拦截的有点惨 可能要死光了 哇 这几算全部死去 HERA转出了 重装长相兵 直接在HERA家里 门口中田啊 这个是什么最新的兵爱玩法 这是在做做效果 好 这边直接在家 门口中田 HERA不知道有做何感想 哎呀 这家伙就来玩起来了 待会等等跟我线下单挑一下 我来看看你还能不能玩 这是我自己家的 收定了 会这样想 哎哎哎 这边HERA打什么呢 祝你好运 好 我跟他说HERA说我什么祝你好运 然后黄色打了11笑了出来 好 看起来HERA有点半放弃的状态哦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放弃 加利还是很稳的 转出了重装长相兵 但是上方的工兵部队已经被包夹 但是顺利的把红色的工兵全部收掉 好 枪兵赶快防守 加利的禁忌仪很糟糕 很多的弱马冲了进来 这里土耳其的弱马远防还会多了一点 所以弓箭也没有那么的轻易 可以射倒这些弱马 好 这里要第一方只往后走了 不然会不会全部包夹死去 好 重装长相兵上来 赶快戳一下弱马 这里弱马数量实在太多 好 轻射点下了帝王时代 黄色 重装骑士 还有50秒 可能一上去就要把Hera给秒杀掉了 好 Hera在后方 偷偷开了城镇中心 哇 这个骑士数量37只 这一波过来Hera可能就要倒了 好 重装骑士39只 长枪兵 只有13只 好 但是这边弓兵又把红色打退了回去 好 这边想要修操作 但是下方越来越多 甚至连巨型投尸机都出来了 不知道Hera有什么策略 好 上方的弓兵交换完毕 还获得了一些优势 红色这边想要盖保 但是没有弓兵的掩护 这些村民该是盖不了 重装骑士直接击破前线的重装长枪兵 枪兵全速倒地 上方的弓兵开始绕一下 直接信一手 看来Hera有点扳放弃了 那应该这里就变成垃圾时间了 用两倍速看一下后面结果是如何 好 这边有一些村民开始在绕 难道他变成大逃杀模式了吗 村民到处来绕去 拖一个小时 刚刚讲的一个小时是指这件事情吗 好 这里盖了更多城市中心 封锁Hera家里 一重进去之后Hera开始在四处逃窜了 OK 这个看起来后面是垃圾时间了 用四倍速来看吧 算了一个马厩 这是要到处盖建植物 Hera就不会被击败的意思吗 好像是喔 这边还直接上大石墙 他说还有15分钟 他说撑到一个小时 就算我赢 赶快赶快 好 原来是这个意思喔 撑到一小时就算我赢 到底Hera能不能成功撑到一个小时呢 大逃杀模式已经开始了 这里补了一个市集 红色既然没有发现到 家里有人在盖市集 好 这里有更多建筑 到处盖 到处盖 后边这个石墙快要撑不住 后面补到了更多的建筑 Hera游戏时间来到了50分 能够活下来吗 尴尬了 这里 房子只剩下几个 看一下哪里还有 这里只剩木墙 这只村民被击杀了 这里还有一个烧战 村民宿目前是两村 看一下最后的村民在哪里 诶 怎么没有看到他的村民 诶 怎么没有看到他的村民 诶 他的村民怎么不见了呢 好 这里还有一个市集 城内已经全部被攻破 只剩10墙而已 但最后两只村民躲在这个地方 海滨鱼群的旁边 Hera这时候还暂时没事 但是好像点了 间谍技术 好 这一村要被点死了 这一村被点死之后 还有一个马车 好一只村民躲在这里 这是什么奇怪的保护色 躲在青色的家里旁边 这是什么 大逃杀游戏 谁来找茬 这真的看得到吗 而且地图上完全没有显示 蓝点在这里 诶 这里一搜村 好像发现了 Hera的最后一只村民 能够 能够逃得掉吗 这里拼灯 骑士过来 一刀 拿下 恭喜1200家 成功在一个小时内 击败Hera 这个感觉是 什么感谢祭啊 Hera可能对粉丝的平常感谢 让 他的粉丝们 三个人 三个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给他的粉丝们 带来极度的 开心的温暖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 经济的话 Hera应该是煞裂 甚至比红色还要海产 毕竟后面 直接崩溃了 但前期的防守跟进攻来说 1200家的玩家 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这个经济 后期也是很好 真的跟他打对冬 甚至完全没有机会的 好啦 那么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我小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很久不见 对